景洪实业永线公司连续第五年 在农历年前捐赠百米 委托洁安乡公所 到位发送给乡内的弱势家庭 乡长游淑珍亲自办发感谢账 同时他也感谢来自民间企业的爱心益助 让善的能量可以传播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农历春节前夕 许多企业社团都散发爱心能量 尽自己所能慷慨捐助 要帮助弱势族群 1月9号下午 吉安在地的企业景洪实业永线公司 由董事长黄金旺与夫人 捐赠了1100斤百米 要委托吉安乡公所 发送给乡境内弱势家庭 想回馈社会一下子 因为是应尽的义务 我们稍微可以过 所以造福一些贫困的家庭 因为我吉安乡已经捐了 四年到五年 还有发展市也是十几年了 发展市前是发展市的 吉安乡长游淑珍亲自颁发感谢状 感谢来自企业的爱心挹注 让善的能量可以持续扩大 再次谢谢景洪企业有限公司 也是我们吉安客属会 吉安分会的会长黄金旺夫妻 为我们带来过年节前暖暖的爱 谢谢他们五年来如一日的 捐助在年节前 挹注我们关怀的能量 尤其他们特别选用了 吉安在地小农的农作 最健康最有机的农产 来分享给我们的弱势 家户关怀 今天今年带来了 1800斤的这样的一个 豫住关怀 我们相信不止在 整个社会的正能量 社会的服务 还有小农的爱在里面 也代表着我们吉安乡 生生不息的 善行能量的挹注 JP白米乡公所社会科 会用最快效率 发送给境内有需要的弱势户 让乡亲们能够温馨过期年 介入会吉安乡报道 请不吝点赞